今年NBA休赛期是非常热闹的,很多球队都在大力补强,由于今夏詹姆斯加盟了西部球队,所以东西部联盟的格局将发生很大的变化。 其是从总决赛球队直接成为东部的普通球队,而胡人则一跃成为顶级强队,而勇士队也得到了草神。 火箭队签下了安东尼、恩尼斯等多名汉将,下载西部的勇士、胡人。 火箭三支球队可能是最受关注的球队了,不过东部很多球队的实力也有提升。 七彩队签下了霍华德、肖利夫斯等人,而猛龙队通过交易得到了伦纳德,下赛季的比赛更加精彩了。 就在不久之前,联盟又有三个大消息传出,勇士队签下了猛龙就叫麦金尼。 麦金尼和勇士他成为训练因协议,如果他能够在季前赛中发挥出色,麦金尼是有可能继续留在勇士队的。 麦金尼是一名NBA球员,他上赛季在猛龙队效力,由于猛龙队的出色前锋太多了,所以今下猛龙队并没有和麦金尼取约。 在勇士队签下麦金尼之后,勇士今下的操作也基本上结束了,勇士今下有多名球员出走,不过会面冠军也得到了很多实力不足的球员,尤其是考神。 他是勇士队能否拿到三连挂的关键人物。 据记者报道,路尔登决定下周,将和森林郎商讨一本合同,而森林郎方面对路尔登也非常感兴趣。 路尔登曾是西伯度的爱徒,二人合作过好几个赛季,而吉布森和巴特勒,罗斯也都曾在公牛想,利,西伯度这是要公牛就将全部照当麾下啊。 森林郎队是一支很有天赋的球队,不过这支球队至今没有取得成功,就看下赛季郎队能否打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了。 这或许也决定着巴特勒是否会离开郎队,西伯度是一位很善于乔教帮手的教练,不过如果未来,他还是不能带队取得成功,西伯度也有下课的可能,魔术队在近日也有操作。 去记者爆料,魔术师签下了两将,分别是约克和约翰逊,其中约翰逊四一名不错的球员,他在上赛季在大学场均得到20分8篮板,由于魔术队现在处于重建期,所以约翰约克和约克都有机会进入魔术队的轮化。 魔术队现在的当家球星应该就是阿龙戈登了,而斑巴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内线,他是未来魔术的舰队技时,魔术队的前景还是很不错的。 不过这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好球员,魔术队是有很多伟大的中方,比如奥尼尔或华德等。 但是最后他们都离开了球队,就看几年后魔术能否留住包包这位强力球星了。